Infusion 72.5公斤级 世界冠军头衔的拥有者 此番 首次登陆昆仑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Infusion 72.5 kilo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Toming out of Turkey Mavi Kershadeh Dvishan Dukkudan Dunya Chapion Lo Tai Fan 翻一下这位选手来自中国山东 叫做Tai什么饭 Tai什么他能吃饭 洪华选手是当今世界顶级的格斗明星 Glory清亮级世界冠军 9岁习武 15岁练习踢拳 空手道 卢元流 黑带选手 当今世界中亮级最强 王者之一 And now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Glory world champion of lightweight And he is one of the top middleweight fighters in the world Coming tonight out of Gruccia Introducing Hunk Davikiria 你们要愿意骂的话 来在公平这块一起点出来 一起打出来 这来 打主播是王吧 我看有多少兄弟愿意骂我的 我看有多少 有多少 有多少 这场比赛又是争夺 进军2016年 主持人支持六强 入场圈的半决赛了 是由台湾火斯杆对阵 戴卫 奇力 好 第一局比赛开始 蓝方 博斯凯 红方 奇力 这个 土耳其蓝角选手还没有显示成绩 他是昆雷学首战 但是之前的是拿到过 因为Fusion这个组织的世界冠军 因为土耳其选手打得不错 但是格鲁吉亚呢 这个是好斗的一兵主 是的 在之前啊这个大卫奇力就已经是2014年的Glory清亮级的世界冠军了 而且在冠军军从二零在2015年当年呢就KO了两位名将大卫加尔沃和赛同当郑昭 后来啊是这个判定赴于乌克兰选手恩瑞克直赴于巴强 因为这个克鲁吉亚什么呢就是前苏联的副名领袖 斯大林的故乡 是的 好斗的民族 你们看到双方一上来啊 确实这个大卫奇力啊 独自杀手 是更加的基础动 更加的具有侵略性 这一看打的 东欧的风格 暴击啊 暴得非常紧 打得非常路线非常长 是老有直接的基础拳 这一场比赛的胜者 今天晚上还要再打一场比赛 才能够进入到2016年诸神之战的16枪 也就是说去年这个大卫奇力啊 已经是从64进16 而且呢又是经过了重重的这种磨练 到最后只过于最后的八枪 非常的了 这是一局一局老黄头精神打上来的啊 是的 不错 看之前的这个速度和力量 一看呢 到这就非常的稳 是的 而且台风不思坦到目前位置 虽然没有说是非常机器主动的进步 但是防守非常严密 非常非常严密 而且经常是善于呆 他的腿非常长 经常是报价非常的稳 低着头去防别人拳 突然突出冷腿 他们俩这个打拳一看 就经过现在很严格 打完以后马上回来 就报给你很紧 这就是咱们学生以前学的 不要打完以后 转拳 还有个半军 拳往下走 路线往下走 很害怕的 因为当时要打就反 你一下就回来了 顺时你往回撤拳的时候 对方的拳头就回了 你这回拳就 把你脸就来了 这时候我们应该是记录这一点 刚才非常的突然 他们获斯坦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拳法的 并没有 胡子杀手的 有爆发力看到 高扫兵非常突然 刚才在这之前 一步手才也非常突然 非常快 这两个爆发力都不错 能显着是戴维奇利亚的 身形是肯定的 坤士坚定 对 奇利亚 转体对外 但好像从那个 地板上强壮一些 是的 获斯坦 俩都提出 是的 获斯坦的高扫兵 是非常具有威信性 而且还要注意他的 突然的这种 迎击的这种高兴的情况 所以把呢 目前来看呢 上半回合 打到现在呢 泰坦的 获斯坦的腿要出的多一点 但是打拳的 这个拳的这个密度 和体量呢 获得果然的这个 转身的 转身的后选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说话是你们的骂人的开过玩是打的呀 一说话你们就这么骂人 啊是开关啊 可对话的 看见王子波球回归 遭遇第13位的中国挑战者王伟豪 美丽死神奇新歌 陪有女王汪九涵 不精神不灰 火气零王赛等等 一步登场 领先超豪华的阵容 我就不说话了 你们把这直播通知点一根 给这投票点一点啊 好好看比赛 怎么骂什么人呢 最起码的素质 素质人来读啊 这要不行啊 咱们就找个拳击场就干一下子 这就干一下子就 放学给我等着 开始了我就不说话了 看看这个太阪波传会不会 加快自己的 技术的节奏 这个时候确实这个戴维奇利亚显得是更加谨慎 现在是看到连续的次拳来自于台湾霍斯卡 步步紧闭 直接的一个跳的飞心 飞心 但是这个总觉得这个奇利亚好像体重挺大似的 暴毙吧 暴得非常非常严 看到是 戴维奇利亚 现在是全体并用 在台湾霍斯卡的第一局的表现 感觉是不是这位选手这个绝对的力量没有戴维奇利亚大 因为看起来他的步伐呢是发飘 他这个灵活劲还是有 但是呢这个拳的重量我认为奇利亚稍微重一点 是的 但是呢你说重一点吧 但是霍斯卡呢 他又比较灵活他也抗体打强 但你目前也没有说一个重拳 那把他造成威胁有多大 就是说你看着打拳的力量非常大 但是给对方造成伤害多大呢 没有体现出来 是的 之前也是曾经看到过一些的选手 他之前看起来力量并不大但是能KO人 对打得准 他觉得最后的力量是用的比较 就是比较顺手一些 力量有一点 直接联系两次的前腿的正灯 这种正灯的腿法呢 虽然不是说是特别的重 但是呢对于鼓节对手对于 对很重要 对心理的干扰 对 当你对方的一个 那现在别骂了 有那个 有这个愿意看比赛的兄弟把报表情走一遍来 咱们维持一下公平秩序 报表情走一遍 报报表情 对啊 两位齐利亚 现在还在寻找机会打入进行中击 来到这一局啊 来看泰巴胡斯坎的距离的把控是第一局啊 然后显得是更加的精准 双方都可以 现在双方都可以的话就成成胶着状态 是的 那就看谁比如露宗你看多测场多好 这个胡斯坎 前手的刺拳与前腿的扫天行动 哎呦好漂亮左右摆一个下旗上钩 这个我们现在打拳就是老实大左右摆打的防守范围之内 中间抱拳的话中间是新口锅和下巴这是空当 所以说咱们打旗上线很少一弄多练 登腿转腰这很转用很管用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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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子涵 他这个对起码他的腿法我觉得他应该是高于这个 五七点 然后呢 蝉 看到蝉帽呢也是 上开毛巾羽呢 是多次的也是紧不上方方 哦 这边线 腿刀下钩 可以说是 撑东西西 撑东西西 之前这种腿法叫这个 也叫空刀也叫这个巴西梯 一下扣事 这个码是需要一个跨幅 走 走 我现在是看到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第二回合就是像王老师说的 进入了一路是进入到一个交组的训练 但是呢第二回合的下段步呢 我认为霍子涵打的更进一步动 他的动作不领过一些 他的技术呢 实陈的样式化更多了一些 是的 而且这场比赛呀双方的 考虑到肯定是自己的胸口 还有对于 体能的调整和把控 对 我他妈的都不说话了 我光打这行不行 我打这 我让你们鼻裂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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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的回法 非常的固然 非常的冷 看来 摄影师把镜头给了那个 小姑娘 DJ给她看一看 给兄弟们看一看 挺好看的那有姑娘 好 第三回个比赛开始 我看到第三回应该是双方的决胜局 正像刚才所说的双方不仅仅是要 考虑这场比赛的胜负 还有自己在获胜之后如何挺过下一关 对 他马上再调整 有伤赶紧治 马上调整自己的体能 是的 因为昆仑局的诸身之战 非常的 可以说非常残酷的竞争 从全世界的64位的 来自全世界的这种地区先生当中呢 先过一下 先筛选一遍 先筛选这个16强 每次的16强的筛选 就是一个一个四人赛 对我们三党房 包括那个日本的K半 他就是最后在一碗局 所以中国就要四部场 那很累 是的 刚才很危险 你这是当时裁判不喊钱的话 对方可以尽力 实际上 齐俩很痛快 擦脚压子 这可很危险的 好 对方已经下落了 看到双方啊 经过了第二回合的胶着的局面 到第三回合到目前为止 双方 一定要用好第三回的时间 一个又是一个冲锡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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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再抽,他这个中转踢队可以抽到下腿了,再来,再进。 而且获斯坦的无法移动,整个的这个,他的状态感觉是有松油解。 腿的动作到整场,要他那个比赛的动作,他用的比较多。 上下阶和尤其高挂的,他这腿动作非常灵活,他的跨非常好,而且他平身技术打得比较好。 他说这种转身腿啊,在这个第一回和压哨的时候啊,戴维奇利亚也是尝试来用的,之前也看到戴维奇利亚,以后还用的,就是一个确认的确认,就是一个确认的确认。 是的,现在看到戴维奇利亚和尤其高挂的最高的10秒钟的时间。 获斯坦刚才这个组合打得漂亮。 好,比赛打满。 看差别人的办法吧,但是我觉得呢,这第三回合这个获斯坦打得非常不错。 受过动作,技术用的非常功夫。 那等于是,一按国际惯例是三名,咱们也是五名。 那就是说,保证这个比赛的公平,公正,是的。 而且呢,如果说出现双方暂停的情况呢,还会有加时赛的出现。 加时赛啊。 要是打加时的话就麻烦了啊。 在非,在非冠军赛的比赛当中的加时赛是一级的加时赛冠军赛。 那比赛可能还会出现两次的加时赛。 你们刚才有问这个,怎么关投票啊,投一下投,投一下就关闭了啊,投一下就关闭了。 本场比赛结果裁判的裁定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28比30。 二号裁判,27比30。 三号裁判,28比30。 四号裁判,28比30。 五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1,28,30。 judge number 2,27,30。 judge number 3,28,30。 judge number 4,28,30。 judge number 5,28,29。 and the winner,by the blood corner,比赛结果,蓝方胜。 蓝方,来自土耳其的勇士,买满货惨。 首次登陆葫瑞爵,首次登陆葫瑞爵诸神之战。 就成功紧进,首强入场面的征诺赛的半决赛。 出陆葫瑞爵!